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目前苹果在中国市场5000云加价位段的用户流失严重 越来越多的用户投入了国产手机的怀抱 华为OPPO和Vivo等品牌成为受益者 为了加强苹果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也是为了挽回老用户的流失 前几日据上游产业链消息 苹果可能会在未来为中国市场打造一款特色版的iPhone 但攒不清楚这款新机将会何时推出 可能只是初步的规划 价格一直是苹果与中国用户之间最大的隔阂 中国特色版的iPhone似乎是减少这一隔阂的关键 删掉一些加分功能将成本用到核心诉求上 这似乎是苹果最好的选择 而在外形方面 苹果打算节约成本取消FaceID而采用评下指纹功能取而代之 另外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18年国内市场智能手机均价为2523元 上涨16.8% 与此同时 4000元及以上的手机仅占13% 而国产品牌占到三成 并呈上升趋势 看来留给中国特色版iPhone还有很大市场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